近日,二十届中央第一轮巡视反馈工作全部完成 本轮巡视反馈采取集中反馈和巡视组一对一反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根据党中央部署,9月19号 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二十届中央第一轮巡视集中反馈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听取中央第一轮巡视情况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通报了巡视发现的共性问题 对抓好巡视整改作出部署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刘金国出席会议并讲话 9月20号至22号 15个中央巡视组分别向本轮巡视的30家中管企业党组 5家中管金融企业党委和国家体育总局党组 进行了一对一反馈 根据中央巡视工作安排 各中央巡视组向被巡视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 通报了巡视发现的突出问题 并向领导班子反馈了巡视情况 反馈指出 今年来中管企业金融企业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疫情冲击影响经受考验 永挑重担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促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体育强国建设取得新进展 本轮巡视也发现了国企金融体育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 有的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到位 对肩负的职责使命认识不深刻 屡知担当有差距 有的统筹发展和安全不到位 风险意识不强 防控机制不够健全 有的落实管党治党责任不到位 压力传导层层递减 贯彻严的基调不利 一把手等关键岗位连接风险比较突出 靠起吃起问题多发 四封问题突出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仍有发生 有的领导班子 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存在薄弱环节 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有待加强 反馈强调 被巡视单位党组织 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听取巡视情况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部署 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坚守职能定位 聚焦主则主业 推动高质量发展 要坚决落实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政治责任 树劳底线思维极限思维 全面梳理排查风险隐患 赌漏补缺 化险完损 气势维护好国家利益 要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 增强对一把手监督时效 加大腐败案件查处力度 严肃纠治四封问题 深化以案促改 以案促制 一体推进不敢辅 不能辅 不想辅 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气势加强领导班子 干部人才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 要坚决扛起整改政治责任 严格对照反馈意见 建立问题清单 任务清单 责任清单 把巡视发现的问题 与主题教育检视问题结合起来 与上次巡视整改不到位的问题结合起来 系统整改 一体整改 以实际行动 践行两个维护 以整改成效 体现忠诚担当 反馈要求 要在巡视整改上较真碰硬 把言的基调 言的措施 言的氛围传导下去 一贯到底 纪检监察机关 要加强整改日常监督 聚焦重点问题 强化实地检查 对敷衍应付 虚假整改的 抓住典型 严肃问责 组织部门 要结合巡视情况 加强调研指导 推动解决领导班子 干部人才队伍 和基层党组织建设中 存在的突出问题 相关职能部门 要综合用好巡视成果 对巡视反应的 共性问题 和深层次问题 加强日常监管 深化重点领域改革 优化政策攻击 完善体制机制 巡视机构 要加强统筹督促 建立完善 整改工作机制 重要情况 及时向党中央报告 据了解 中央巡视组 还收到反映一些 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 一案有关规定 转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机关 中央组织部等 有关方面处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